娱乐转圈圈 中的李小璐披散着长发 穿着吊带红裙 大秀美背 好身材净鞋 在这样的美景下 美人而显得更加性感迷人 李小璐冲镜头微微一笑 露出酒窝美的经验 李小璐和贾乃亮未离婚前 曾是娱乐圈非常非常恩爱的夫妻 贾乃亮更是把她宠在手心里 两口子也经常秀恩爱 离婚后 二人也频频被传复合 李小璐都已经快40岁了 还是美得那么惊艳 李小璐在视频中说 我们的天空是相连的吗 一起看海 怎么看都像是 隔空喊话前夫贾乃亮 要一起看海的那位儿 说到这里 不得不提到两天前 李小璐晒出带甜心海边玩的视频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视频 没想到贾乃亮 随后也晒出不少海边冲浪的视频 不免被很多撮合复合的CP粉认为 他们一家三口一起旅行来了 不少YXA也晒出他们视频里的蛛丝马迹 认为他们一家三口来旅行 很有可能贾乃亮和李小璐要复合 主要是在李小璐的视频中 有一团神奇的马赛克 正好贾乃亮也在海边冲浪 所以很多人认为 马赛克里面的人正是贾乃亮 说到这里 不得不多提一嘴陈赫和张子轩 他们两口子就是如此 张子轩经常在自己的视频中 给陈赫打马赛克 难道李小璐也学会用这招了 更可爱的是 很多网友都去贾乃亮的社交平台下面评论 问他是不是马赛克 当时贾乃亮还一脸不解的样子 问马赛克是啥呀 就在贾乃亮回复网友说 不知道马赛克是什么 没多久贾乃亮也晒出一段 在极限挑战里的一段视频 并配上了一模一样的马赛克 这就很有意思了 两个人这是隔空秀恩爱吗 李小璐刚刚打完马赛克 贾乃亮也赶紧打上同款马赛克 怎么看都有些暗戳戳秀恩爱的意思 看到贾乃亮的这段视频 很多网友也都在评论区说 和李小璐同款马赛克 这个马赛克好有内涵 就连网友都看出 贾乃亮的马赛克很有深意 大家都认为 李小璐和贾乃亮是一家三口去旅行的 而且很多网友都等着看贾乃亮和李小璐复合 李小璐和贾乃亮离婚这两年的时间里 两人都是单身的状态 均没有找另一半 贾乃亮也经常去李小璐的住所 看望女儿 毕竟还是有感情在的 复合似乎也不是没可能 贾乃亮当年苦追李小璐 财报得美人归 娱乐圈有多少女星原谅了出轨的老公 换到女星身上 似乎男人为了面子 也很难和妻子过下去 但贾乃亮如果真的深爱李小璐的话 再为了女儿复合似乎也极有可能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